A.S.E.P.C.38 The Devil's Steel 与魔魔翼 项目等级Keter 特有受容措施 A.S.E.P.C.38 应被保存于一个时刻的武装守卫 遥控爆炸装置和声音 影像监控 三重封锁的受容室内 根据与A.S.E.P.C.38的交流中观察到的变化 力量以及位置的极限 以下程序必须被严格遵守 当A.S.E.P.C.38闲置时 其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被分开放置 组装或拆分A.S.E.P.C.C.38时 需使用送去中内置的机械完成 若机械组装系统失效 测试必须被取消 直到一个带着爆炸项圈的工程师 被派遣修理机械系统 若此工程师试图与A.S.E.P.C.C.38的任何部分交流 则立即引爆项圈 若机械拆装失败 则由事先安装的锥形炸弹 拆分A.S.E.P.C.C.38 然后派遣一个带着爆炸项圈的工程师 前去修复和重设系统 所有用于测试的滴检员 都必须置立地下或头脑迟钝 并且带着爆炸项圈 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对于A.S.E.P.C.C.38了解过多 并使用S.E.P.C.C.C.38对基金会造成危害 就有智商不超过60的滴检员 可以进入S.E.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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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的房间 滴检员就因实验目的时才可以进入房间 并且需被实验者持续引导 描述 AC.E.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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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C.C.有三个部分 一套桃花新墨家具 包括一张桌子在内 目前被标为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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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ort 放置在 SCP-738-2 後 然後當有拒絕的個體坐在 SCP-738-2 上時會發生現象 攝影機顯示此現象中 SCP-738-3 會移動 長向後仰 就好像一個人放鬆身體坐在上面 並且會靠近或遠離 SCP-738-2 偶爾 SCP-738-3 會移動到 SCP-738-2 前方 攝影機進一步顯示紙張和內含紙張的資料夾 會離開 SCP-738-3 的抽屜 紙的種類是羊皮紙 一隻羽毛筆和一瓶墨水會出生在長抽屜中 筆會在羊皮紙上寫字 錄音記錄下了一個扭曲式針的聲音 對說話聲的分析顯示這個聲音會開出條件 許下承諾試圖誘惑坐在 SCP-738-2 上的人 若這時坐在 SCP-738-2 上的人提出請求 誘惑和承諾的聲音都會停止 一刻沉默後會開架 可以與之討價還價 但是這個聲音會堅持要求其他等價的代價 偶爾提出要求後 聲音會回應請求者說他們 不過想要這個東西 或者要這個東西明顯是為了其他人 以避開全額的代價 這個情況下要求不會被滿足 這往往發生在提出的要求可以影響他人 或者可以轉讓所有權的時候 接受交易會使之前協商好的願望或命令 按照書面旅行 但不會超過書面契約的內容 之後代價中提到的事物會被偿付 測試對象聲動地描述說 代價中提到的事物 均一在造成一定的心理或生理上的痛苦 其程度與他們對他們要求的東西的渴望程度相當 尚未知曉如何計算程度是否等價 他們也聲稱付出的代價與完成要求導致的痛苦互不相關 關於付出的代價合作出的要求 見實驗記錄 最後 坐在以上的人報告說 看見在CP-738-3上存在一個實體 然而所有不坐在CP-738-2上 而觀測此存在的嘗試都失敗了 每次測試時 對於此實體的進一步描述都不相同 即使測試者是同一個人 當被就此問題詢問時 此存在自稱每次都是同一個人 對於此實體的描述常常包括 有吸引力的或魅惑的 有同一個人在短時間內進行數次試驗時 會報告每次的見具實體接相似 或只有可辨識的相同身份特徵 在短時間內由不同人進行的實驗 實體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外貌 對聲音的描述與遺棄記錄下的聲音不符 附錄738-1 歷史 在書記主教 死於 後在他辦公室中回收了SCP-738 他從造行處收到SCP-738 作為表彰他在梵蒂岡檔案館建議服務的禮物 在 之後基金會注意到SCP-738的存在 在 死亡 並且在事後對他的遺願進行爭論之後 基金會人員得到了這張桌子 梵蒂岡基金會特工同時報告說 在SCP-738周圍回收了一些文件 附錄738-2 測試結果 測試1 研究員坐在SCP-738-2上等待 結果 研究員報告了一些引誘他做交易的企圖 包括他獵幕女性的愛 一件能使他成為聲明啄啄的研究員的事物 以及使他成為歐五級人員 驚訝的研究員離開了SCP-738-2 走出了房間 他記錄下了隨後發生的事 研究員報告了實體的消失 然後紙筆和資料夾回到了抽屜中 攝影機記錄顯示 這些物體回到抽屜中的速度 超過了秒速120公尺 研究員報告說 看到了一個穿著紅金色商務中的男性 測試2 低檢員坐在SCP-738-2上 對紙張和文件進行分析 結果 光譜分析顯示指示人批指 羽毛筆所用的羽毛來自一種未知鳥類 測試對象被承諾獲得自由 代價是他最好朋友的詞 測試對象笑時答應了 然後消失 5小時後重新捕獲測試對象 文件以英語寫成 測試對象報告說 看見了一個美麗妖媚的女子 測試3 母語非英語的低血人員坐在SCP-738-2上 結果 文件和口頭交流都以測試對象的母語進行 承諾使測試對象 擁有再也不會被關在隔間裡的力量 代價是測試對象會失去對於其母親的記憶 測試對象接受了交易 之後 造成12名首位和測試對象本人的死亡 測試4 一個有閱讀障礙並且治理極低的低血人員 坐在SCP-738-2上 結果 羊皮紙上出現的是表達交易內容的粗陋像型圖 但是也出現了一些英語單詞 這些英文與圖像毫不相干 而是鄙視了測試對象的智商 並且聲稱不確定測試對象對這些文字能理解多少 承諾提供給測試對象一份Slappy Joe 漢堡 要求的代價是Mopsy 一個測試對象進入基金會時得到允許攜帶的玩具 測試對象接受了條件 然後食物憑空出現在桌上 配有年代久遠的鷹餐具 精緻的瓷盤和一個水晶奶瓶 呈有顏色像葡萄酒的葡萄汁 用餐完畢後 測試對象發現Mopsy消失 表現得非常傷心 測試對象報告說 看到了一隻巨大的粉紅色兔子 交易結束 測試對象離開椅子後 記錄到了一聲輕嘆 深浦分析顯示 這聲嘆棋不是來自測試對象 測試四後續 測試對象賦予玩具Mopsy的名稱 結果 測試對象命名玩具為Mopsy之後 玩具消失了 測試對象顯得極為悲傷 測試五 破壞測試 結果 爆破 燃燒 槍擊 把木機都未減小 直接用斧頭砍桌子 造成了一道三公分身的傷痕 並且造成了 急攻擊者的死亡 傷痕留存在桌上 攝影機記錄顯示 傷痕以每天一微米的速度恢復 測試對象 研究員坐在CPC38G2上 問 你是什麼 結果 實體呈現為一條巨蛇 聲稱 抱歉 泄露個人資料是違反原則的 不過請問您對 有興趣嗎 研究員從以上站起 站斗著結束了實驗 研究員隨後被送至五號心理監察處 以調查條件中提及的內容 測試其 Shilden Katz學史 基金會法律部門資深顧問 結果 測試開始時 Kaz學史 向對方宣誓堅稱 她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參與實驗 而被作為基金會特工 實驗開始約41小時之後 Kaz學史因為過度疲勞失去知覺 Kaz學史形容對方的形象 是她在法學院學習的第一年時的教授 但是她拒絕透露教育的內容 她報告說 在她昏絕之前 她正在與對方推敲Sure 這個詞在訴訟程序中 準確而專業的定義 Kaz稱 當時她與對方起草的交易協議書 至少900頁 還不確定法定證物和日程表 她十分懊悔沒有保留一份復健 在Kaz學史身上 發現一個散發著硫磺味道的紅色皮革信封 內涵一張紙條寫著 請隨時再來 我很久沒這麼有樂趣了 Kaz學史請求了再次進行實驗 其餘測試須四季以上許可權方可瀏覽 直到解密 附入738-3 住最近的測試中 開出了條件直接針對那些 告訴測試對象應該怎麼做的研究員 建議停止所有測試 O5G SCP-682處決試驗紀錄 SCP-682樣本測試紀錄 5. 處決試驗紀錄 研究員坐在SCP-738-22上 並詢問 為了永久摧毀被我們稱為SCP-682的物體 並同時讓這個星球 它上面的生物圈 人類 人類文明 SCP基金會 以及宇宙中剩下的部分完好無損 你想以什麼作為交換 實體採取測試2030相同的型態 並聲明 你們基金會付不起這個價 而你這個人 也無疑是付不起的 然後不再有幸福回應 以上 這是SCP-738 之前有簡單介紹過 這次就完整的介紹 簡單來說 SCP-738是一套桌椅 桌上去後 會有一個實體出現 誘惑你進行交易 並且會要求等價的交換 這些交易通常會帶來身體或心理上的痛苦 這個實體的外型每次都不大相同 並且會隨測試對象的不同而改變 沒有意外的話 這應該是過年前最後一支影片 在這裡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最後幫你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用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功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